三昧 三昧是凡语 翻成中国的意思呢 翻作镇定 也翻作镇受 受是享受 正常的享受 也叫三昧 也叫等持 等是平等 持是保持 能保持平等 平等也就是中道 华阴经探旋记 第三卷里面说 三昧也 此云等持 立成福故 这在我们心 一个是妄念太多 心定不下来 一个是昏沉 精神提不出来 常常打瞌睡 那么三昧呢 是让他平等 有定 有会 定会 平等 在平等这个境界 因为会超过定 就是妄念太多 定超过会 就会昏沉 一定要把它调到平等 这就会昏沉 这叫镇定 所以心不散乱 注意尽 这叫吃 心不散乱 佛法 法法 八万四千法门 这是法法门道 多 修什么 通通都市修 三位 换一句话说 通通都市修 等知 那 进途中 用一句佛号 那 让我们的心 心里都只有一桩事情 我们将放在心上 这一桩事情 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念 南无阿弥陀佛 行 念阿弥陀佛 也行 心里头 只有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这个境界 叫三位 用念佛的方法 修成的 叫念佛三位 现在修这个法门的人 很多 修成功的人 不同 那什么原因 原因是放不下 真放下了 不难